先开上衣一块红通通的肚皮 上头呢有渗着血的破皮 这是怎么了 处在冷风中主持的黄紫娇 祝大家Merry Christmas 双面胶贴着暖暖包在肚子 一撕开啊皮也跟着开了 得用OK蹦贴着才OK 医生说打从最近天气真的像冬天 这样的人变多了 暖暖包放鞋子里烫伤了脚底 暖暖包放腰间上啄伤了肚皮 贴上去不知不觉烫伤了才后知后觉 火壁性红斑 也就是所谓的这种所谓的慢性烧烫伤 大概持续呢 大概在44度45度以上的这个温度 持续大概超过30分钟 就有机会造成这种所谓的慢性烧烫伤 那没办法呢 就会冷啊怎么办 最好这个东西呢 不要直接接触到皮肤 最好是中间隔个卫生衣 就算你是个暖男也受不了这么暖 实际测试暖暖包握在外套的口袋里 不用三分钟一凉超过45度 暖暖包塞在裤子口袋里呢 不到三分钟一侧破了55度 都超过了人体正常能承受的40度 医生说了糖尿病患者 脊椎损伤患者还有老年人 对冷热痛感比较迟钝 使用上更要当心 暖暖包要隔着衣服贴 或者呢每15分钟就要换个部位贴 记得这几招你才招架得了 暖暖包这么闷骚 人心隔肚皮 暖暖包更是 华日新闻华美慧方 请年台报道